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马头琴的故事 很久以前 查哈尔草原有个名叫苏和的牧童 一天 他抱回了一匹没有妈妈的小白马鞠 小白马在苏和的喂养下 长成一匹漂亮的骏马 他跑起来提下生风 能追得上梅花路呢 小白马和苏和形影不离 成了好朋友 有一年春天 王爷要举行赛马大会 还答应要赏给第一名的骑手一群羊 苏和骑着他的白骏马 参加了赛马大会 小白马跑在最前头 得了第一名 王爷很喜欢这匹漂亮的白马 又见骑手是个小木童 就蛮横的说 给你三个元宝 把小白马给我留下 苏和气愤的说 我不是来卖马的 王爷命令手下的人 把苏和打昏在地 抢走了小白马 可是王爷刚骑上白马 就被摔了下来 小白马挣脱了缰绳 飞奔而去 王爷命令武士们 用毒箭射杀小白马 中了毒箭的小白马 跑到苏和的蒙古包前 就死去了 苏和难过地大哭起来 苏和想念小白马 晚上 他梦见小白马对他说 你用我的筋骨做一把钦 我就能永远和你在一起了 苏和按照小白马的话 做了一把漂亮的钦 他用白马的骨头 叼成码头做琴杆 筋做琴弦 尾巴做琴弓 这就是第一把马头琴 从此 美妙的马头琴声 传遍了大草原